靜光部落分成上部落跟下部落 两个部落每到下午 太阳光落下去以后 部落上到就会热闹起来 因为大家都出来闲聊了 我跟着志文从山上下来 要去拜访部落的鼓调歌手 这些歌手都有教过志文唱鼓调 年纪也都蛮大了 要是没有他们的交唱 志文唱片中的赛德克鼓调 可能早就失传了 你要撞我啊 聊天 小心啦 大概休息完 大概雨了 这是双胞胎哦 小心 部落的人一到下午 没事就坐到路边 大家聊天啊 哎呀 孩子就看 反正部落也没什么娱乐嘛 很多哦 哇塞德克 这个卢比文传工作坊 靖光部落会唱鼓调的歌手逐渐凋零 所以志文出唱片后 都会回来看看这些当年教他唱鼓调的老人家们 跟他们报告一下赛德克的鼓调 已经有拿几首被传承了下来 我们部落早期有十几个老人家会唱这个我们讲赛德克音乐的鼓调 然后毕竟大概是在今年也不是今年啊大概前几年啊现在只剩下三个 我是说会整个这个我们部落这边啊合作这个靖光这个部落 能够唱的赛德克鼓调能够即兴演唱包含里面的轮唱包含里面的一些词语啊旋律啊 几乎只剩下三个目前 所以我也是也算是其中就是跟他们学的一个 算是土地啦 对啊就是有这些老人家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向他们学之后 用我们年轻人的配乐方式来介绍的鼓调 靖光部落真是一个单纯的部落 因为今天啊有一个布农族的客人来拜访卤比拔艺 所以卤比拔艺家的外面啊就为了一群小朋友来观看哦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我从卤比拔艺的口中 听到了靖光部落的声音哦 Rank 哦呐哦呐真是好听啊 意象最深刻就是最深刻 哦呐呐那个 它应该是难 Arthur 在里面啊在里面啊 以前我们是老崔会 有它那个哦呐呐 還是在那邊 這個意思是 我最喜歡是誰 自門柏吉達師 他的阿公 那時候大耶穌的老人會參加 所以我們女孩子都這樣 有一個到那個自門柏吉達的阿公那邊 那邊我喜歡他 哇這麼主動喔 但是只有在那個平常是不可以這樣 只有在唱歌那個歡樂之後才可以這樣子 一般的那個場合是不可以主動這樣子 就是那個場合才可以這樣子 一個典禮什麼的 就是跳舞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有兩種 一個是結婚的時候會唱這首歌 要不然就是說集體 休閒的時候就會唱這首歌 但是只有在那個情形裡面 才可以這樣對男孩子這樣 女生主動對男生表達 對他的一種 只能喜歡不可以說直接說 愛你 對 因為這個是我們有這種 Gaia的關係 不能說直接簽人的時候就走了這樣 而是只能在那個場合 表達一個意思 對 只是表達意思而已 不可以說直接說跟你在一起這樣子 哇 沒想到 塞德克族的歌曲中 竟然也可以表達愛意 這跟常常聽到的那一首 豎殺氣氛濃厚的出草歌 感受也差太大了吧 我看志文還在加油了 多發行幾張塞德克族語的唱片 都讓大家了解塞德克的文化 要不然塞德克族 可能跟靜觀部落的處境一樣 由於地處偏僻 就算是用吶喊的聲音 也很難把訊息傳遞給其他人 而我也趁這個時候 跟盧比巴奕 學幾首塞德克族的鼓調 我們再次叫我 我愛意地加花 我愛意地加花 是你在哪裡 沒想到 要你rose 我愛意地加花 你的分居 你愛意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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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我彼手靈打 感覺這個歌一樣的 學女可以唱很久 演藝的女孩子一起跳舞 跳舞牽手這樣跳舞 撞到 副農族不會跳舞 這樣牽手 就一直這樣跳 就不會斷 一直唱 就輪唱 輪唱 輪唱 你唱 好 我也加入 我會不會放手 我會不會放手 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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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